怪人的黑血不停地滴入沙漠 地底下随即不停传出可力的神价 紧接着无数可怕的生物破坏 只见怪物长着一条巨大无比的蟹尾 全体有黑 是一只变异的恐怖巨蟹 凶猛的巨蟹张牙舞爪地开始攻击人类 怕休斯几人也毫不畏惧 直接冲上去硬钢 很快就与恐怖的巨蟹扭打在一起 胖子抡起苦头就砍断巨蟹的一条大路 失去视觉的胖子躲闪不及 瞬间被巨蟹用大凹钱击抖 姗姗来迟的几人看到眼前的巨型怪物 胎势也被吓到 其中一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巨蟹击飞 队长刚想拔出利剑上前时 然而下一名 全体勇士被接连击倒 一个男人拿着长毛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 谁知却被巨蟹一掌拍飞了长毛 男人转身想要逃跑却已经为时已晚 巨蟹将蟹尾狠狠地刺入男人后背 男人就这样领和饭 巨蟹弯起蟹尾又要袭击倒在地上的男人 害怕的男人不停往后退 及时地躲避了巨蟹的攻击 眼睛手快捡起一旁的利剑 就狠狠地砍断了巨蟹的毒刺 熬着巨蟹的大脑袋就刺了下去 往过来的胖子直接摆你冲刺奔向巨蟹 紧接着一跃跳起 然后用体重优势将巨蟹推入山坡 与此同时 帕修斯几人正大战另一只恐怖巨蟹 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运气不好的人直接被巨蟹戳成了筛子 嫌弃地丢到一边 面对如此凶猛的怪物 帕修斯几人很快败下阵来 被巨蟹用大钳子甩飞数十米远 重重地跌倒在地 紧接着恐怖巨蟹猛地冲了过来 就要了解帕修斯 好在帕修斯及时用盾排导 与致命一击 被彻底惹怒的巨蟹 用巨傲夹起男人就狠狠地撞向身后的柱子 接着甩起大尾巴就攻击帕修斯 好在他低头及时躲过 就在巨蟹调整方向准备发起第二轮进攻时 危急时刻 爱神及时出手 用飞刀及时将巨蟹的毒刺坦断 愤怒的巨蟹赶紧放下帕修斯 转身就朝爱神方向杀去 躲闪不及的爱神瞬间被击倒在地 面对步步逼近的恐怖巨蟹 爱神借助地势不停往下滚 还没等他反过来 巨蟹很快就追了上他 开始猛攻他 是要将他置于死 危急时刻 帕修斯赶了过来 拉起爱神就往一边跑去 帕修斯让爱神先走 自己则留下为他争取时间